郑傑捷運水機殺人案 造成社會不安 為了防止悲劇再發生 桃園機場捷運線 昨天就做了實地的維安演練 捷運上一位行跡可疑 並疑似帶有暴獵物的歹徒 抽出遇藏的水果刀揮舞 砍傷四名乘客 還挾持人質 這是十七號下午 桃園機場捷運線 進行的重大維安事件演練 趁歹徒不注意 捷運警察一勇而上 成功壓制歹徒 並帶回偵訊 接著消防人員搶救傷患 事實上捷運隨機殺人 從通報到列車進站前的警戒 封鎖和消防救護部署 只有短短幾分鐘 絕對是分秒必真 捷運警察目前來講是四十位進鎖 以後如果是正常運作 剛開始運作會馬上會進鎖 差不多八十三位左右 自然事故在發生的第一時間 能夠處理好 聯繫是最重要的 所有相關單位 都要很熟悉很熟練的 可以來面對跟 跟在最快的時間來處置這些問題 以讓所有的這個傷害降到最低 這起疑似持有爆裂物 並挟持人質的隨機殺人 危安演練 總共動員捷運公司 捷運警察隊 航警局 刑事局 消防局 上百位人員參與 除了借機加強反恐意識 提升各單位的橫向聯繫 也希望一旦遇到類似事件 能夠縮短事故處理程序 減少人員傷亡 記者 詹淑雲 桃園報導